这个所谓的用处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提高语言能力和记忆力 促进孩子的早期发展 因为古诗篇幅短小 富有韵律 节奏感强 孩子好读也好记 通过背诵一手手 朗朗上口 一扬顿挫的古诗 也能够促进孩子的语言和记忆力的发展 所以除了日常交流对话 要多给孩子输入之外 古诗也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素材之一 另一方面的作用是 植入文化基因 丰富孩子的表达层次 古诗是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有古人对世界的观察 对生命的体悟 读古诗可以潜移默化地 浸润孩子的内心世界 为孩子的生活埋下诗意的种子 可以让他们成长为一个带着中华文化基因的 有文化归属感的人 当他看到天边飞过的鸟儿 他会想到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句子 而不是有一只鸟啊 诗句是人们千百年来用自己的口腔不断打磨出的一颗璀璨的珍珠 它是中华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